好,我们下面先看一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的词汇和短语 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无聊的、单调的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Monotonous 大家看到这个词拼写和发音呢就有点单调 你看M-O-N-O-T-O-N-O-U-S 这拼写就很单调 这里边有一些重要字根,咱们一会儿会说 咱们先看这个单词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先看一下在本文中是如何使用的 看课文中的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 课文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Reading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For the monotonous rhythm of the wheels clicking on the rail Soan loves you to sleep 他说读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因为这个火车车轮子咣当咣当撞击在铁轨上 发出的单调的这个声音 很快就使你沉沉睡去了 这个火车车轮子跟铁轨上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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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个单调的节奏 单调的声音叫monotonous 用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个固定的习语 咱们看一看在第五时刻 就是228页的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228页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The same old favorites recur ear in ear out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他说那些老是我们非常最喜欢许下那些决心的 年复一年的总是不停的重复发声 这个favorite这个词本来做名词表示最喜欢的东西 在这有语境就是我们最喜欢许下那些新年的决心 什么要减肥啊要戒烟的等等 这些怎么样呢 老是不停的年复一年的发声 这个总是或老是叫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这个是固定的器语 这个regularity是规律性嘛 就规律用是个单调的规律 这个频繁的去发声 当然翻译成这个老是总是了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little boy was the bed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这个小男孩老是不停的尿床 wet在这当这个动词来用就把什么东西弄湿了 把床弄湿了就尿炕了呗 老是不停的尿炕 这个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非常类似于咱们在第二课讲过的那个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它又能扁一词的味道 表示令人讨厌的东西老是在发声 这是monotonous用于固定搭配里面的一个用法 这到了50克还会进一步去复习 那么这是看到了这个表示单调的很无聊的 我们看到在31克咱们讲啊 这个可爱的怪人那个时候见过一个他的词的同一词 就是单调的道 D-U-L-L 也是单调的无聊的 很令人这个觉得很沉闷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道 道 咱们回顾一下这个搭配叫沉闷的日常生活 单调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说的 咱们复习一下 咱们看146页第三行最后到第五行 146页第三行最后到第五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总是能够给他们赢得他人的爱和尊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丝亮色 平淡的日常生活叫做道routineofeverydaylife 每天生活的那些单调的无聊的例行的公式 叫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 这是看到道可以跟monotene的类似词汇可以替换 那么monotene这个词啊 看似比较长 一般个儿大的词里面一般都有字根 你看这里边有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这个mon 有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个字母 就mono或者mon单独使用都行 出现这个评写我们知道 它表示single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那么本文中mono表示就一个 后面你再看后面还有个ton 对吧 ton如果再加个字母e的话 tone tone刚好是声调或者音调的意思 刚好前面是mono是一个 后面tone是声调 一个音调的不是单调的吗 后面那个ous是形容词字根的 单调的就出来了 非常好记 我们多看几个 好多词汇里面都出现这个mono 比如说monologue 这个mono还是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这个log 这个字根本身可以表示speech 说话讲话的意思 就log 有的时候是logue都行 表示说话讲话 你一个人在讲话 这个词可以翻译独白 独白 一个人在说话 就独白的意思 或者在生活中也能表示自言自语 在台上呢 就是一个人 这个大段的独白 就一个人讲话 自言自语 可以用它 那还有我们看的跟他类似的 还有monogamy 这个mono还是一个 这个gamy gam或gamy 一般表示marriage 表示结婚 婚礼的意思 刚好monogamy翻译成 一夫一妻制 就指结 这个一次婚 叫一夫一妻制 我们把这两个词大声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独白或自言自语 monologue monologue 一个人说话 再读一下这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monogamy 这是指结一次婚 那还有呢 我们看再跟他类似的一些 我们在外面出现了一个词 叫单翼飞机 这个plane 本身既可以表示飞机 也可以表示大平板 就一个平板 一个翅膀 没有这个两层的这种 是单翼飞机 我们在第二十克 先驱飞行员 在背景信息里面说过这个 我们再读一下 monoplane monoplane 这也是表示单独的唯一的 有 我们进一步再看 还有呢 monolingual dictionary monolingual 表示一个单语的 单语字典 像我们很多买的字典 像什么 牛津朗文 有双解字典 就是有英文解释 还有中文解释 如果只有英文解释 没有其他语言的解释的话 那这是一本单语字典 我们大声就叫monolingual monolingual 后面这个lingual 本身就表示语言嘛 对吧 跟语言类似 那么你看 但要是双语的呢 就把mon 我混成bi 就好了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 这是一本单语字典 那同样还有像monarch monarchy 这个在以前我们说过 monarch表示君主 国王 monarchy 就是君主制 君主制就好了 为什么 前面那mon 还是表示一个 后面那个arch 或者archy 可以表示统治的意思 就像那rule Rule 一个人统治 是君主国王 这个正体 叫君主制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第一个君主国王 monarch monarch 再读君主正题 monarchy monarchy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mon或mono 是个重要词 跟表示一 就一个 还有些简单词 我没有写 你像星期一 其实也是 星期一叫monday 对吧 这不是一吗 星期一吗 所以它跟一 还是相关的 好 这个单调的 无聊的这个词 我们个老师 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发出 嘎嘎嘎嘎嘎嘎 这个声音 这是个你声字 跟老师大声 在读一下 click click 一定 咯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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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出 嘎嘎嘎嘎 这个声音 这叫click 注意不要读click 它还是把短音发 像暴数一样 那个 二三 所以读click click 这么一个声音 那么这个词 几乎不几乎都行 我们都是发出 咔哒咔哒声音 咱们看一下例子 click one's fingers 然后手指发出 嘎嘎嘎 这么一声声音 是什么呢 打响指 突然间 打响指的声音 叫click one's fingers 就打了一个响指 还有呢 the door clicked shut 这个门 嘎嘣一声 给关上了 这个并不是 突然间巨大的声音 咯噔一声关门 就自尼 嘎嘎嘎 嘎嘎嘎 嘎嘎嘎嘎嘎 这门就关上了 发出嘎嘎嘎嘎 这个轻轻的撞击声 还有你看 下面这是 做哪个动作 咱们看一下 the soldier clicked his heels 这个结构 我们在第31课 这个幸运的怪人中讲过 这个士兵怎么样 嘎嘎 这个让脚后跟 发出嘎嘎嘎的撞击声 这士兵干嘛 打了一个力证 打力证的时候 你看大皮靴 咯噔 撞一下 长官你好 长官吃了吗 我们打力证的时候 咯噔 撞击一下 可以用这个声音 总之咯噔咯噔咯噔 有时点击鼠标 那个点击 you can click 这很好理解 都是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你声字 在三册中特别常见 我们复习一下 13课中 这个出现过的 he slammed the door 或者he banned the door 他用力光光的这个 去摔门 slam和bang 本来是模拟声 棒的一声 口型就很大 对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 the door slammed shut 或者the door banned shut 这个大门光当一声 就关上了 当然这个 前面的谎言词 slam和bang 是动词原型形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slam slam bang bang 表示光当一声 把门关上了 注意这个 我说了不要读bang 那bang成汉语拼音了 不是bang bang 前面发a 后面拱舌根 我们再来诵 bang bang a ang ang 这么一个声音 光当一声 把门关上了 我们再复习 当时听过的 那个托福听的题 好 我们再听一遍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这个题错过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不是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the door closed loudly 这个门大声都关上了 为什么选D呢 再看个原文 那当然答案是D了 the door closed loudly the door banged shut 这个门 光当一声 就关上了 这发生巨大的装击声 我们再看这个 十三课 六十二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六十二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又出现了 这个词 when Mrs. Richard walked toward him he flat slammed the door behind him 再来 slam 光当一声 巨大的装击声 可以用它 那么在复习 十五课中 另外一个女生字 七十页 第四到第五行 七十页 第四行到第五行 if fifty pence pieces are not exchanged for sweets they rattle for months inside money boxes 如果这些五十变式的硬币 没有被换成糖果吃的话 他们在这个存钱罐里 能光当光当光当 能光当上好几个月之久 这个rattle 又是模拟硬物撞击 反正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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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撞击声 我们再读一下 rattle 也是个女生字 这是我们在第十五课中会出现 那么在看三十一课里面 这么见过的 就蹬的一声 把它撂的那个地方 落地的声音 一百四十六页 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一百四十六页 十四到第十五行 it was it was extremely heavy he dumped it on the counter 因为这个大口袋特别重 他蹬的一声 把它扔到柜台上 这个dump 叫硬物落地声 发着dun dun dump 这么一个声音 跟老师再读一遍 dump 硬物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我们看 某人落水 扑通 哗的一声 先看第十课 五十页第十六行 五十页第十六行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气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并且数以百计的人 扑通通 扑通扑通通 跳入了冰冷的水中 这个动词原形 还是去掉这个字母的 黄颜色的是动词原形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lunge plunge 也类似 pung 哇 这么一声 就是pung 跳入水中 这个在第四十二课 咱们刚刚见过没多久 咱们再复习 196月 第21号末尾 196月 第21号末尾 the plunge into the lake 他们扑通一声 跳入了湖中 还是用这个字 这模拟声音 扑通 哇 这么一声 类似的还有几个常见的 模拟声音的 比如说 we'll clap our hands 动词原形是 C-L-A-P 表示拍手 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clap clap 鼓掌拍手 发出的这个声音 对吧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Don't clatter the dishes You wake the baby up 这也表示应物在撞击时 发出的声音 是或者是 表示应物在频繁落地时 发出的声音 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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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打字机 噼啦啪啦噼啦噼啦 可以用clatter 还有呢 这个马蹄声 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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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声 也可以用它 应物频繁撞击 或应物频繁落地发出的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clatter clatter 读快之后会啄话 clatter clatter 有clatter 被他clatter 就是这个 轻轻出发症的声音 还有像打耳光 打屁股 你看这个也是你声字 I'll smack your button If you don't behave yourself 我说你要是不老了诗诗的话 我打你屁股 这个smack 表示啪的一声 什么抽耳光啊 打脸蛋 打屁股蛋 都用它 smack your button 就打你屁股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smack smack 啪 这么一声 但是这个词不要用错 有个东西用上了smash smash smash 那打碎了 那把屁股打碎了 人就死了 叫它啪的一声 模拟声音的 抽耳光 打屁股可以用它 好 这是跟click相关的一些词汇 我们给老师就看在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检查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inspection inspection 这个词叫做检查 这个检查这个词啊 咱们主要记字根 它有些重要的字根 咱们记住 以后一看蛋看到 spect 看在这几个字母 拼在一块 咱们记住 一定表示看 跟看有关系 咱们起于反三的多看几个词 你像这个inspection 它的动词就是inspect 检查 还有名词检查员inspector 都来自于这个看 对吧 检查当然得看了 你前面叫in呢 in是里边向里边 那么打开盖 我看看里边是什么 我检查嘛 要看看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分别读一下这个动词 慢慢来 inspect 再读检查员 inspector 再读名词的检查 inspection 非常好记 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expect是expectation expect是希望 或者预期 或者盼望 这个ex呢 ex不是不是向外的意思 in是里边 ex表示向外在外面 出口不是exit吗 往外看一看 向外看是不是希望 预期或者展望一下 往外面看一看 未来有什么事会发生 向外看 就期望预期或展望 我们读一下 expect 好再读名词 expectation 这是往外看 这特别好记 那我们再换一个 这个suspect 大家可能都知道 做动词表示怀疑 这个su 或者sub 等等等等 可以表示下的意思 su或sub 像submarine 不是潜水艇 不是潜水艇吗 marine是海 submarine 大海底下 不是潜水艇的意思吗 对吧 那么要看看 下面是不是藏着东西呢 我说那上面 这是没问题 我看看下面 是不是藏东西了 怀疑在底下有东西 要放下边看 看一看底下 是不是有问题 要怀疑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suspect 当然这个名词 这个词可以当名词 叫嫌疑犯的意思 表示嫌疑犯呢 都能suspect suspect 这么来读 然后名词的怀疑 suspicion 好 形容词怀疑的 suspicious 你看都是跟 这个看 类似的 就看看下面 是不是藏东西了 怀疑 可以用它 那我们再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spectacle 这个词做名词 它本身可以表示 一个情景 尤其是一个 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的一个情景 我们读一下 spectacle spectacle 情景是我们 看到的一个东西 用它正合适 如果这个词用复数呢 spectacles 就可以翻译 眼镜的意思 a pair of glasses a pair of spectacles spectacles 加s 比glasses 表示眼镜 给我们证实一些 还有它的形容词 形容词叫壮观的 也就跟看相关 我们大声里面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就是壮观的 当然也离不开看 非常好句 再看我们还有 circumpect这个形容词 以及名词 circumspection circumspection 是形容词 叫谨慎的 小心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前面那个 CURCU CURCUM circum 是不是来自于 那个大圆圈 circle 那么后面是看了 往周围看一圈 看一圈 哎呀 我先看是不是有问题 哎 周围看了一圈 安全了 然后再做事情 是不是谨慎的 先往周围看一圈 然后再做事情 叫小心谨慎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形容词 circumspec circumspec 再读一下名词 谨慎 circumspection circumspec 小心谨慎 来周围看一圈 再做事情 非常好记 再比如说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前景 未来 前景 展望 某个事情的未来 前景 展望 甚至在天气暴的时候 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都可以用它 这个spec 还是看 PRO是向前 往手打凉棚 往前面看一看 前景 未来 展望 前程 前途 明天的天气 都可以用它 咱们复习 咱们以前说过那句话 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咱们刚见过这句话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 Tortuous 刚讲过没多久 就弯弯曲曲的 对吧 但是前途前程 是一片光明 注意prospect 这词 习惯用复述 用prospects 就好了 这是 也是跟看相关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 叫retrospect 这个retro 这个词表示turn back 叫扭回身的意思 回来 往回 后面还是看 往回看 这个词刚好叫 回首往事 回顾 回首往事 这个词可以当名词来用 我们大师来读一下 retrospect retrospect 好 这个retro本来表示向回 扭回身 扭回身看一看 刚好是回首往事 咱们看一个完整句子 in retrospect i think my marriage was doomed from the beginning 回首往事 我认为我的这个婚姻呢 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不行 bidum呢 这个 这就表示注定有倒霉的事了 命中注定不好 in retrospect 是固定习语 放在一块 当壮语来用 就是回顾往事 回首往事 in kb 在什么什么过程中 回首往事 在这个期间 我想到了 我的婚姻一开始 就注定不行 就所谓不谨慎 呗 新婚之夜发现 哎呦 是难的 倒了没了 这到最后还得离婚 这属于回首往事 我们看怎么样 大家发现 这都是跟 看相关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检查 相关的重点字根 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重要的动词 就是恐吓或者威胁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ntimidate intimidate 叫恐吓或者是威胁 这个词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间藏着一个 小的形容词 叫timid intimidate 中间有个timid 这个timid 本来表示胆小的 怯懦的 胆小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timid timid 读慢了叫timid 读快了之后 最后那个的失去爆破 舌尖顶住上癌糖 再来没 timid timid 哎 叫胆小的 怯懦的 那么前面上 in是进去 后面ate呢 是动词自根 刚好使 胆小的情绪 进到你体内了 不是恐吓威胁你吗 让你胆小 让你怕我呀 这个词特别好记了 我们取语反三呢 可以把它同根的词 把它记住 先读一下动词恐吓 intimidate intimidate 让胆小的情绪 进到你体内 再读一下令人恐惧的 令人恐惧的 恐吓性的 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然后一看就害怕 还有恐吓这名词 intimidation intimidation 哎 这个就很好记了 他有中间一个 怯懦的这个词 好 我们再看当年 肖伯纳说过的一句 名言中也出现 这个动词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hatred is a coward's revenge for being intimidated by George Bernard Shaw 肖伯纳说 这个hatred 当然是这个仇恨了 憎恨 仇恨 是懦夫的这个报复 为什么事呢 为了被恐吓之后 懦夫的报复 就是恨你 如果真是若事必怒 服尸啊 人流血五步 天下搞素 今日事业呢 真正你把这个这个 有志愿惹火了 我要不是努力呢 去自强 要么干脆把你杀掉 这个懦夫胆小鬼呢 他被恐吓之后呢 他心里恨你 但是他只敢恨 他不敢去做别的事 所以憎恨是懦弱 在胆小鬼 对于被恐吓之后 他的报复 他唯一的报复 就是只会恨对方 就是憎恨 intimidate 叫做恐吓的意思 搭配非常简单 intimidate somebody into 那么恐吓某人 让他做某事 或恐吓某人 让他处于某个状态 比如说他恐吓这个证人 让他保持沉默 不许说话 he intimidated 证人 the witness into keeping quiet he intimidated the witness into keeping quiet 他恐吓证人 这个让他保持沉默 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几个 我们可以同时记 cow 或者bully 跟他是近义词 都可以表示恐吓 胁迫 吓唬 胁迫某人 处于某个状态 或者胁迫某人 去做某事 都可以用它 我们中心动词读一些套来 cow cow 这个cow呢 我们知道做 名词是奶牛 或者是母牛的意思 做动词呢 可比较恐吓 这好记得奶牛嘛 很可怕嘛 奶牛为什么 奶牛一屁 我能坐死你 对吧 我们就看着奶牛很害怕 我怕他坐我屁股上 我们说这个 cow somebody into boley呢 boley他老公公牛 后面再加个万 那公牛不是bo吗 那公牛更可怕了 对吧 后面再加个字母 why 我们再读一下 boley boley to call somebody into boley somebody into intimidate somebody into 都恐吓某人让他去 做某事 我处于某个状态 好 四十四课呢 这几个词比较重点一些 其他一些简单词汇 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 来详细来说 我们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 就先看到这 感谢观看 生词 분� се 阿姆 微笑 本当